對啊 就一直看啊 可是我不寫又不行 他還寫給連長的一封信耶 所以連長真的會看得到嗎 當執行班長了 安慰頭好大哦 真的很難算人數 可是我不會放棄的 因為別人可以 到底是有多少人要做什麼 你又多哦 我都說不哦 你要算到最後一封信哦 給連長的一封信又來了 又來了 7月31號 給連長的一封信 第一句哦 人好多哦 不是 好累哦 這幾天真的好累啊 累到連運動時間都想偷懶 我從來都沒有的 可是我很想問連長 你是怎麼這麼有精神的 偷懶 我剛剛突然演下去了 演下去了 你是鐵塔的嗎 不是 我快不了你了啦 怎麼用這種顏色啊 你幹嘛一直心暗示啊 給連長的 然後你現在轉過來的回 只要轉過來的回憶哦 我似乎能抓得到你的tempo了 其實 重點抓得到 你是一個不錯的細胞 天啊 你為什麼真的是 我不懂耶 你自己問到你 你不是沒有空睡覺 你還有空寫這些東西 只是想要抒發一下啦 這樣 所以你想要給連長的一封信 就是要說你是鐵塔的 然後拍他馬屁這一類的嗎 你的軍旅生涯很浪漫耶 互相安慰 你到底要寄幾封信給連長 我又不想編了 我不想編了啦 好不舒服哦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長官對你很好耶 對啊 我真的遇到很多好的長官 OK 所以你就是靠這些小手段去 讓自己在生涯當中過得比較好嗎 軍旅生涯 你的長... 對啊 多少 所以你們在部隊裡頭都有 有辦法 有人教你們嗎 比方說怎麼適應這個生態 怎麼渡過難關這些 我覺得在一個困難的環境當中 自然就會求生存耶 就是需要別人教 像...可是我是有學長教我 我剛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體能不好 然後又比較胖 然後學長對我超兇的 焦糖今天帶的照片胖胖的耶 對 非常平凡耶 也不太像明星 完全不像 所以那時候我才剛... 康熙講過說 那時候絕對不會有人想找我當藝人 所以當時部隊裡也沒有人稱讚說 你很帥什麼 完全沒有啊 把他操死了啊 所以這樣鍛鍊題 會哭嗎 夜深人靜的時候 中心的時候比較容易哭 因為第一次當兵在那... 因為是不是大家會晚上睡這樣 然後棉被就蓋住頭 然後在裡面一直哭到他 有啊 很多哭泣聲啊 像我在成功旅說訓的時候 晚上幾乎很多男生都在哭 有人那種四龍四鳳的啊 哭得最慘 四龍 真的 這是...對 這是我在那個成功旅 這是我在大陸三的時候 你看得出來他的樣子 是哪一個嗎 你是哪一位啊 我是那個臉比較白那一位 左邊 真的 你真的完全... 你是退伍後面秀是不是 對,我當兵的時候 大概胖了十幾公斤吧 因為我很焦慮 就一直吃 但是因為當兵的東西不好吃 我放假的時候吃更多 所以那時候胖了十幾公斤 李欣文,所以在部隊裡頭 如果士兵體能不好的話 可以放過他們嗎 不能 對,絕對很嚴重 因為這是國家的戰力 對 你真的入憲 真的入憲 欣吳哥講沒有錯,真的 那時候就這樣要求 可是如果譬如說他一直操他 一直操他 然後那個人真的下跪大哭 說我受不了了 一樣 均勵如山 軍紀事件 好 你一直看OK了 好 把鏡頭 放到頭製這邊來 你... 欣文,你先休息 就先... 這邊操 這邊操 因為徐建築,你能夠做出 我是沒有做過 你能夠做出什麼 最英勇的軍中姿勢 最英勇嗎 拱橋 沒有,沒做過拱橋 沒做過拱橋 對啊 就伏地挺身 我以為他是當兵基本的 然後就跑步啊 跑步 對 可是你穿紅膽過的時候 在... 總要做一些操練吧 提槍 第一支快跑前進 你迅速握倒 來 怎麼滾翻啊 夾槍 夾槍 我好像沒有 迅速握倒 我好像沒參加過這樣子 這是第一... 第一項的那個 你叫長官指示做吧 提槍 提槍 第一支 拿上面 快跑前進 快跑可是... 要暈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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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暈迴 要暈迴 這樣才不會被子彈打到啊 迅速握倒 握倒 對 對,他那個手要撐出去 你這個... 那個腳背要趕快 對 然後那個炮彈倒下來的時候 那個... 那個就是陣子才不會 蹲到你上身體 然後呢,他要幹嘛 就... 所以長官他剛才提槍 那個是對的嗎 提... 剛剛那個... 可以啦 我們剛剛有幾個四... 他還要再低一點 所以... 所以他趴下的過程是對的嗎 不對 而且還要滑 要滑 因為你說是迅速趴下 他沒有很迅速 那個徐建國 要讓教堂取代你一下 教堂好像比較會滑一下 我是超精實的好不好 我是野戰單位 真的 真的 麻煩連長再一次好不好 剛才只要這樣 準備 戰鬥分析 戰鬥支持 我這個陣子 來 好 好 如果贏 提槍第一支快跑前去 去除我道 快 放手 好快哦 對 然後還有... 之後他們常會整阿兵哥 就會喊炮擊 炮擊的時候呢 你就把槍放好 然後讓他撐起來 這樣子 炮擊就是由炮要擊發 他不能震著地面 要不然會被震傷 對 你的臀部很翹耶 衝浪練出來的 對 就這樣子 這樣要怎麼收拾 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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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頂握 發射了 好 對 就這樣子 對 然後咧 要等長官指示啊 長者回來啊 沒有指示啦 你就躺在那兒吧 行軍傳詞話 林國基舉手自願報名了 行軍不是說要傳詞話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學長就告訴我們說 你就是在那個 你的鞋墊裡 鞋子裡面 軍靴裡面 電位生命 郭馨你 你當兵的時候 就是到後來保養品 放棄的部分是哪一些 就是防曬那個有持續做嗎 防曬很難啦 因為太陽太大 我那時候擦防曬 擦到流汗都是白色的 就沒辦法擦了 那你洗完澡還可以擦乳液嗎 可以啊 沒有 我太算了 洗完澡可以擦乳液啊 天啊 我就是在睡覺的時候擦啦 洗完澡是忙那麼高的耶 洗完澡怎麼會有空擦乳液 晚上 洗完澡就是下部隊以後 還是新病是嗎 都有其實 就請的時候偷偷擦 趕快擦一擦 乳液是擦全身嗎 沒有 擦臉 全身是沒有啦 就擦臉 也是帶有一點香味的乳液嗎 對 有點葡萄 是社香還是... 葡萄葡萄 結果我聽完郭馨的故事喔 我只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花木蘭代婦從事 對 我那時候當兵也很辛苦耶 你部隊的床上有掛殺杖嗎 就是... 要掛... 紋杖啦 紋杖啦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當兵... 我當兵很辛苦耶 你從後面有沒有給金牛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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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我吃下午茶 你這邊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當兵喔 我那時候下基地的時候 我每天都要挖洞 把自己埋起來耶 然後我又高 為什麼要挖洞把自己埋起來 就是要做那個... 閃兵坑啊 對啊,閃兵坑 你殺死吧 你殺死吧 現在是你死了 下基地真的很辛苦 有沒有請小魚來搖你的腳皮 好 然後還有挖地雷 那個地雷比我臉還大 好辛苦喔 OK 然後而且我們工兵最厲害 你是有拿來比比看嗎 哪一個大人啊 他說 啊,也比你的臉還大 我剛剛是巴掌臉 但比你大 可是... 郭馨我一點都不相信 你都還可以跟人家交換口哨 然後還可以討論那個保養品 你就可以... 對啊 你也不是太輕鬆 不相信你下基地很操 總是有休息的時候嘛 那請問你的藝人身分 有給你帶來什麼困擾嗎 其實都是幫助的 都是好的 像我有一次 我們在星訓的時候嘛 那我們有一個 那時候我們在排練 那我那時候站在最後面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長官過來 拍拍我的肩膀就說 你是郭馨嗎 我說對,長官你好 然後他就說 好 然後就走了 走了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聽起來很可笑的 好啦...對不起 走了之後 就突然有個班長這樣跑過來 然後跑過來就說 你是郭馨對不對 我說對 他說你過來 然後過去 然後我就站在最前面 然後就看到那個長官 就跟我說 我現在要你做一件 很有榮譽的事情 OK 你願不願意做 我說 不知道是,我願意 對 然後他就是要我當那個獸槍手 好 甩那個槍啊 像儀隊那一組 馨馨的時候 後來才知道他是銀長 所以因為你是藝人 他認出你來才親你做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 銀長、臉長 班長都為你轟轟 你的意思這樣子 就是三個人都喜歡你嗎 就是都還不錯啊 銀長也跟我... 後來我們在聊天 他也在說 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也是可以紅的 他就這樣跟我講啊 其實沒話講 他就跟我講說 他年輕的時候 也是可以紅的啊 真的啊 李欣文在當兵的時候 他說什麼 葉全真害你 那是在心訓中心啊 那有一天呢 班長莫名其妙 把我叫出這個結合場說 我已經在預備 我說為什麼 他說 那我也沒問為什麼 我就做了 做完以後 他問你知道為什麼要做嗎 因為你欺負我的偶像